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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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那問題是 當他到了洗手台 再看一下鏡子 上面全部都是紙印 好 這件事沒了 也還是沒了 但是我畢竟過去跟他這麼好 我是不是也應該要幫他查證一下 戳破你的謊言也好嗎 對 讓你知道 對 讓你安心 我打電話給我在香港 九龍知名台灣有分報的這家報社 請他幫我查 這家飯店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他說來就補沒問題 過了一天之後 他傳真了一份報紙的影印本給我 2009年12月 這家酒店的16樓 有兩個外國籍的年輕人 二十幾歲而已 跟團到香港監察罪 到了半夜兩點多的時候 他的朋友去敲房間 這個房間沒有人印門 所以他立刻去摳大堂的經理說 我有兩個朋友在裡頭 為什麼沒有人印門 所以大堂經理帶著他這兩個朋友 去敲 敲不開 事態緊急 開鎖 進去 一個 流鼻血死在廁所 一個 倒在地板上 兩個立刻緊急送到醫院去 流鼻血的那個死了 倒在地板上的那個人 重傷 生死不明 我這位記者朋友 香港記者朋友問我 需不需要我幫你查 他後來死了沒有 說不用 不用 你不用幫我查 我把這份報紙 傳給了我 過去那位好朋友 傳給他 我說希望這對你有些幫助 還有你 應該要去請老師 對 我想流鼻血的那個人 有沒有在他廁所 我不敢保證 我不敢講 但是我跟你說 我這位朋友跟我 親口講一件事 他說他知道 他 他對於 他自己 做過的行業 他知道毒是不能碰 可是他說 他也不曉得為什麼 他每次進了他家的廁所 就是有一種聲音告訴他說 你為什麼 就用 但是要用英文 對不起我英文比較破 你為什麼不學學我呢 沒有錯 後來證實那兩個年輕人 是在飯店裡頭吸毒過量死掉 所以是流鼻血 好 我們現在 鍾伯你成功了 他嗚耳朵嗚了三次 接下來是 牛腿 牛腿要講的是他帶團時 他自己親身親眼看到的故事 對 來 這個是發生在民國84年1月24號的事情 那時候我跟林隆在同一家旅行社 林隆 對對對 那時候我們帶全台北市最大的一個高級學校的校外教學 那一天晚上我們走完行程之後 事實上已經很累了 那時候我們大概有六七個領隊就在那邊輪流洗澡 我就坐在那個電話機旁邊我就在那邊休息 結果沒多久電話就響了 然後因為我靠著這個鏡頭我就接起來 對方就跟我講說 誰誰誰你給你甩下去 有個學生去耍你甩下去 我就直接跑去問櫃台那個伯伯說 伯伯你們這個房間有沒有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個伯伯阿伯說 沒有啊那個房間很乾淨啊 是不是你們學生在那邊鬧啊什麼什麼事類的 後來我們就請他們同學過來 就問他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同學說我們晚會半晚回來之後 他們就輪流洗澡 然後有一線就說 我們來講鬼故事好了 那個女生就突然跳出來就跟他們說 他騎車去大墩路的時候呢 不是去標示就是去那邊兜風 當他看到電線桿那邊有一個男生跟他招手的時候 這個女生再度醒過來已經在救護車上面了 就已經創上去了 後來一直到校外教學前一個禮拜 他可以不用拿拐杖 他們學校才勉強同意讓他參加校外教學 結果他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講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他就跟他們同學講說 你們不要開窗戶 你們不要開窗戶 又來了又來了 那沒多久就附身了 然後我就問那個櫃台說 你們魚池鄉這邊有沒有什麼師傅 會處理這方面的東西 他說有有一位 後來那個伯伯就打電話給那個法師 那法師就過來了 結果你知道那個法師來了之後進去啊 就幫他處理 處理的時候那個法師就說 哇 妖神怎麼會卡這麼嚴重 要再拚了拚不處理 後來那個法師就跟他們講說 我出去跟他談 那因為他沒有帶給他 他只有帶一個那個蛛紗筆來而已 然後就請那個騎摩托的人 回去幫他拿法器 然後他們說我出去外面跟他談 你絕對不能讓這個學生出去 不然的話就沒救了 結果 門一關起來之後 全部的人都跑光了 剩下我跟打電話上來 還有那個女生三個人在房間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 怕我們還在那邊半信半疑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後來呢 我突然就想到一個人 因為殼牌樂壇翻船事件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死掉的領隊 就是我二哥同學 然後我心裡這樣就想說 是不是吳某某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有什麼事情你就託夢就好了 你不要這樣弄我們 我們經不起你這樣玩 你知道就在那一剎那他就停住了 我心裡還想說 哇 那真的是吳某某 可是他停下來不到一秒鐘 他就轉頭過來 因為他本來的 已經恢復他的那個表情 可是一轉頭過來之後 兩個眼睛就在我面前 就這樣說出來 然後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死胖子 你是不相信我是不是 那個話完全都是男生的口語 然後我那時候就整個 也被他嚇住了 還好那個時候門開 然後那個法師就進來 用一個法索 在他身上纏到兩圈 就帶他到外面去 那後來呢 經過了大概三四十分鐘 抄來抄去的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法師是一個眼睛 是完全瞎掉的人 可是他當他在鞭打的時候 那個鞭子離那個學生 都差不多十來公分 就是打不到他 那後來經過了三十分鐘 抄完之後 那學生靜下來了 結果呢 那個法師他就要回去 我們就趕快 報一個紅包給他 他死都不拿 那法師才承認說 他的功力根本 沒有辦法把他驅趕出去 但是他已經跟他溝通好了 不會傷害那個學生 結果那一天我們剛好 處理到差不多 將近五點 然後我們就看到外面 有燈光進來 結果有一台 那個私人轎車進來喔 進來的時候呢 下來兩個警察 那時候我們就說 奇怪 怎麼五點多 怎麼會有警察來 當然那個警察說 為什麼五點多而已 什麼烈坦天爐飯店的大廳 這麼多人 結果他進來之後 我們就很快的跟他回報 跟他報告這件事情 結果一講完之後 其中有個警察說 我怎麼最近在外面 全種事情 我們上禮拜在旋邏的時候 剛好旋邏到德化社的 那個碼頭的時候 他們兩個警員下車查探 有一個女生長髮飄移 然後坐在那個提案旁邊 他們就覺得 哇 這樣不行 那女孩子可能要跳彈 他們就趕快 慢慢加快他們腳步走過去 沒想到在他們前面不到 兩公尺 那女人就不見了 他們就說 哇 跳下去了 他們就趕快跑過去 可是呢 風平浪靜 根本那個一點水紋都沒有 小好笑 所以兩個人互看了一眼 馬上跑回來 那時候我們現在想說 我們已經整個晚上 已經被操的辦事了 這兩個警察 為什麼後面給我們補這一槍 嗯 所以後來那個人怎麼了 還沒 後來其實 一直到後來 我們沒有人敢問 因為他到隔天早上的時候 他又很正常 天亮就正常 天亮就好了 都正常了 可是第二天住在台中市 他也沒有發錯 回來我們也不敢去問 那時候這件事情 他們學校曾經下達封口令 就是不准去講 來鴨子 換你 我的故事比較短一點點 但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一月初的時候 才剛去廈門出外景而已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就到了一間 當時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間 去樂部裡面 現在是變成餐廳了 去拍一個美食的節目 那正對面呢 就是一間廢墟 可是其實因為房子還滿漂亮的 所以我們週五進去拍的時候 就一些風光明媚啊 就覺得大家還滿喜歡這個環境的 那開始拍拍拍 拍到傍晚差不多五點半 因為你知道冬天 不是日落都比較 日到比較短一點 所以日落很早 就天已經黑了 好啦 這時候我們要拍到最後一道菜 就要先訪問我們的餐廳主廚 那因為我們朋友有受 自己的配合的廚師 所以總共是三個人 在這邊帶著麥 然後要開始試吃 然後接著要試做料理 就在這個時候很奇怪 我們的麥就三台 開始輪流不對勁 那我們就花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花一個多鐘頭 光是蕎麥的部分 然後我想說奇怪 越是蕎麥 然後那個氣化的臉就越奇怪 那因為我知道它有天眼看得到 所以我也就不想要多問它 因為我怕影響大家其他旁邊人的士氣嘛 對啊 就我們那就 對 我就想說那就算了 可是就突然靈機移動 因為其實我們在國外 尤其是我們以前常跑東南亞 像是去泰國的時候 我們不管怎麼樣 一定會到當地的土地廟去拜一下 好 不管是什麼功 反正我們就是去拜一下就對 可是在大陸他們不管這種事情 他不拜鬼神的嘛 所以你想要上香 也沒地方可以上香 那我說那算了 我們還是要表示一下禮貌 所以我就跟攝影師借了一根煙 我就跑去門口 就跟四方的神靈啊 什麼或是鬼神之類的 就說禀告人家說 不好意思來打擾 如果可以的話 請你讓我們好好的工作完 讓我們離開就好 那如果有冒犯的地方 請你多包含 所以就把那一支香煙呢 就擦在土裡面 好了 就進去 機器就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錄 可是呢 順利的錄完了之後 我就把那個七花拉拉旁邊來問他 我說 你剛剛到底是怎麼了 他說 鴨子姐 我跟你講 你知道你剛剛在麥 就是喬麥的時候啊 你知道嗎 哪一台麥壞掉 結果哪個光點在那邊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我說蛤不會吧 是不是你眼睛花 因為我們很早就開始工作 他說 那有可能是啦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開始在收東西 撤了之後 他回去飯店之後 他整個開始不對勁 他就只有一個人 待在房間裡面 那因為我們大家洗完澡之後 我就想說 去隔壁房間 大家去聊聊天嘛 可是跟他住同一間房間的化妝師 就跑來跟我講說 鴨子 我覺得他不太對勁 你要不要去問他怎麼了 我說喔 好啊 然後我就說 欸 啊你怎麼了 他說不是啊 鴨子姐 我告訴你 我們剛剛不是在撤廠嗎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房間啊 後面它是用一個玻璃的屏障 圍起來的 他說我們拍攝那個房間後面 是另外一個餐房三個人的位置 我從走廊走過去要去上廁所 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桌子啊 有三張椅子 可是正中間那一張對著外面的 有一個好高的外國人金頭髮 就這樣子兩隻手放在椅子上 我以為我看錯 我走過去再走回來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外國人就這樣子 就這樣啊 就像電腦動畫一樣 對 所以你們後來 第二天開始 我們的攝影師就發高燒 然後接下來就是設助輪流拉肚子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是化妝師頭痛 一直到我們回台灣的那一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坐船去坐船回來 我在船上 就是早上一起床就已經在發燒 然後就嘔吐 我從來沒有出過外景會食物中毒的 我運氣算蠻好 可是那一天就是整個不對勁 而且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一直隱約覺得 就是會有人好像來抓我 後腦勺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可以感覺到一點點 我運氣很好沒有碰到過 可是我只要有靠近到那樣的磁場的時候 我就會一點 對不起喔 我就會覺得有人啊 像是這樣子 五爪伸進去我的頭髮裡面 這樣子抓 就像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我也我不知道 我覺得那心理作用吧 可是會有這種抓你頭髮的感覺 好 這個 還好吧 你這個故事比較溫和 泳澤 你看 還沒面對微笑 好 緩回一下 接著 謝謝 我們換 好可可 你自己戳個半死耶 我很怕的 你幹嘛 很怕還要講 很怕還是要講 好 好 我遇到那個是在巴黎 我給你看那個飯店的認證 是壞人 我好想打他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我們打他好不好 好 沒事 有 沒有看我們 就是呢 那個時候跟一個女生朋友 就去巴黎島 然後呢我們住的那個Villa 總共有三間 那我們就選擇中間那一間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你要進去住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他的門口啊 有擺很多那個小小的花 就是一個小盤子上面擺一些花 還有一些小小的 我們台灣人看起來就像是 手工小餅乾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說 哇 很漂亮 那我們就想說 它應該是一種當地的甜點啊 當地在祭祀 常常是用米啊 有沒有 萬壽魚花 所以你就想說 所以很正常啊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它很可愛的小甜點 然後加上很可愛的小花圈 然後那個花就是有蘭花 雞蛋花什麼 就不覺得啦 然後呢 那個都是後來才發現 那我們就住進去那一間 然後呢前面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什麼電視壞掉啦 水龍頭壞掉啦 馬桶不通啊 但我們都可以解讀為 就是它就是 剛好就是這樣 然後呢 地上特別的潮濕 也可以解讀為說 因為天氣的關係 那主要呢 是他的那個房間的浴室呢 是半透明的玻璃 那我跟我朋友兩個是女生 是好朋友 但是半透明玻璃的尷尬就是你 洗澡跟上廁所 是不是都要叫別人說 若寧若寫 對 因為我去上廁所 就說 請你出去外面一下 因為很害羞 然後她在上廁所的時候 她也會說 欸欸 你趕快出去 就反正兩個人就搞得很害羞 然後那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呢 就我一張床 然後呢 我的女生朋友一張床 到半夜的時候呢 她呢 就過來我的床裡面 然後就說 叫我不要張開眼睛 美麗的金髮女鬼 代客之道超熱情 我就眼睛張開來 我就看到一個 女生 捲頭髮 在那邊玩頭髮這樣子 她好像發現我在看她 因為她就整個這樣轉過來 所以我就趕快翻身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側身的這樣 裝睡嘛 結果這一番完蛋了 我就想到怎麼我全身冰了 結果一回頭 她整個泡在我身上 我就看到她整個頭 那是 結果如果你們才去香港 所以如果你們才去香港 好怕